加工好的回锅肉 一层一层的 看着都有食欲 回锅牛肉 用食品袋把每一个一包装 把它放在冰箱里冷冻 要吃的时候就取出来 非常方便 这个是牛肉 牛腱子 我已经泡了三四个小时 用冷水泡 过一会儿我们给它出出水 这个是一块五花肉 猪肉的五花肉 我们等会儿也是把它做成回锅肉 好,我们下面就要开始制作 我们先把这个牛肉给它煮出水 切呢切成这种按照纹路 切成这种长条状 吃的时候你横着切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牛肉啊 它要横切的 这个是凉水 然后凉水下锅 它更容易出那个血水 我们现在往里面加点料酒 我加的是葡萄酒 啤酒 白酒 都可以 主要是沙沙心 这个猪肉是带皮的 我们要把那个锅烧热 把这上面的那个 就是没有刮干净的毛给它烫一烫去去毛 我们把这个 刚才烫了皮的这个五花肉 也给它分一分 嗯 这边把它分成六块 分成六块 每次就吃这么大小的一块就可以了 嗯 嗯 这猪肉 切好的猪肉 我们也是 嗯 凉水下锅 给它出出水 嗯 你先给它 加一点料酒 嗯 这是牛肉 血水 你看 这个牛肉 现在 这个表面 很多的这个浮沫 嗯 我们给它去除一下 这个回锅肉 前期处理 把肉煮一下 啊 这个牛肉呢 它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 就是 让它入味 啊 第二个呢 把它煮熟 把肉煮熟 啊 因为在 那个 回锅的时候呢 就很省时间 我这个猪肉把它煮一下呢 第一个呢 就是 让它入味 第二个呢 就是把它煮熟 第三个呢 就是去去油脂 啊 就是由荤油 相当于变成了素油 啊 当然它这个转化 它只是一部分 是吧 如果你这个 啊 熬 焖 炖 的时间 啊 超过一个多小时 它那个转化率就 非常的高了啊 为什么红烧肉 烧一个多小时啊 那吃起来不腻啊 那就是饱和脂肪酸 啊 变成了这个 不饱和脂肪酸 也说由荤油 变成了素油 所以你才吃的 不是怎么很腻 像这样就 算出水 基本上就煮好了 它没有浮沫了 啊 我们也都煮了有十分钟 然后我们把肉给它捞出来 这个是捞起来的这个 肉啊 要把它 啊 锅热水 锅热水呢 就给它一个 彻底的瓢洗 把那个 浮沫 给它 嗯 都给它 瓢洗干净 好 我们现在把那个猪肉 啊 也做一个瓢洗 倒进去 把热水打开 这个干净了 这都是 出好了水的啊 这是牛肉 这是猪肉 好 这个肉都出了水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煮肉了 啊 这个是 煮肉要给的 佐料 嗯 很简单的 这个是料酒啊 这个是姜 嗯 因为这两份 一份这个牛肉 一份猪肉的 再一个就是给盐和老抽 啊 我们 就只给这个 四样 那个生抽啊 胡椒啊都不给 那个时候回锅肉 因为我们做的是回锅肉 所以回锅的时候 你再加那个生抽啊 和那个胡椒 啊 啊 我们这个牛肉是 半小时啊 这个澳洲的牛肉半小时就烂了 刚才那个 已经煮了 有 十分钟啊 现在再煮二十分钟 我就关火 这个猪肉呢 这个猪肉呢 我们是计划煮十五分钟啊 啊 啊 现在我们就要来加这个 这个 酱料 我们先把姜给 加进去 再把料酒给它加进去 嗯 嗯 这边也是 这样给它加进去 料油也给它倒进去 啊 我们这个加一茶匙的盐 这个也给盐 嗯 这个是给两茶匙 啊 我们再往里面倒 老抽 啊 这个老抽 主要是起了上色的作用 嗯 做这个回锅肉 有两个要点啊 一个就是这个肉不要煮的太烂 啊 煮熟了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 不要太咸 啊 给它煮淡一点 然后回锅的时候我们就 再来调味 因为我们不是做卤肉 直接拿来吃的 我们还是要回锅的 有个二次加工的过程 所以不能够把它煮烂了 也不能让它太咸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拿个筷子 这说明都已经煮好了 啊 快关火 好 这个牛肉煮的时间也到了啊 我们还是检查一下 用这个筷子 搓一搓啊 能够搓得进去就可以了 嗯 嗯 就可以了 OK 关火 这一步啊 煮肉就算煮好了 我们再把它 嗯 这样放置 让这个汤汁浸泡一晚上 明天早上我们再把肉 拿出来 那就入味了 这是泡了一晚上的肉 你看 多漂亮 一层一层的 看着这个食欲 啊 这就是正宗的回锅肉 嗯 我们再把 泡了一晚上的牛肉取出 这就处理好了 这就处理好了